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反过来工部门常常会觉得说 要就是尽善尽美才可以释出 那不然的话就像Liz说的 会被媒体批评啊 会被这个民意代表批评啊 或怎么样有压力 所以蔡政委就跟我讨论了一下说 我们怎么这个综合一下这两个状况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说 那很简单就是他请各部会 都至少派一个人来G0V蹲点这样子 然后可以长期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他们还没有ready的东西 可以先当做G0V的专案来释出 这样子就没有那个 就是工部门一定要做到 尽善尽美的那个压力这样子 那release early的好处 当然就是说 就会有很多看不下去的设计师 或看不下去的这个 各路好手来帮忙 那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我们的布丁 那布丁是KKBOX的总监 他非常非常热心地参与 各式新创团队的设计工作 然后也是我们售票厅的厅长 就是每一次有大型活动的时候 然后一开始推得倒 后来都推不倒的那个售票厅 也就是他在负责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就是听到 布丁带来蒙点的下一版的设计这样子 那OK 人看起来差不多陆续回来了 我们就鼓掌欢迎布丁带来这个talk 谢谢 哈啰 嗨 我是布丁 我来介绍的主题叫做 Resign萌点这样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我是第一个投G20V 这次第一个投G20Vtalk的人 对因为看说 公告了然后过半个钟头没有人投稿 那就来投一下好了 就投一下之后就发现自己挖了自己 可能可以自己跳 而且这个坑很大这样 OK 大家都知道蒙点 这边有人没有用过蒙点的吗 OK 太好了 那所以我就不用介绍蒙点是什么 蒙点是这个东西 那讲个秘诀 首先目前是蒙点除了Android iOS之外也有Desktop版本可以下载 可以直接到蒙点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到 那我在这个地方 下面有巨人好可怕 大家不要看 那 G20Vproject都非常有趣 有趣的事情是说 你通常睡醒的时候看到一个project跑出来 然后因为有人半夜很生气 或者是白天很生气 或者无时不肯生气 很生气然后怒气直爆发 然后就发大觉 发大觉的时候 砰 project就生出来 然后而且接下来就做完 做完可能就社会不理了 所以就一个project出来了 那 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东西都不会有设计 你也知道吗 就是 因为气质爆发 然后大觉发出去 然后 死掉一堆沉渣 对那 没有设计没有设计没有设计 重要是要讲三遍 好 对那 呃 因为要准备这个token 所以翻了一下 UG之前token 然后发现UG讲 他刚刚说 萌定人要开源 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不要怕丢脸 对那所以 那个萌定人最早长这个样子 就是一些很神秘的 经文符号在这边啊 在那边啊 没有人看得懂这是什么 就 我问UG说 那个字是什么字 UG说我查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那 虽然这样 但是他一直在成长 不好意思 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成长 一直多很多 更多的奇怪的新功能 比方说 我就会问UG说 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把 那个那一块东西框起来 他说 我找了Default Style 可以把它框起来 所以我就把它框起来了 这样就可以跟别的东西 看起来不一样 well 然后 如果你有用过 很早版本 Android上面的 那个 蒙点的APP 它长这个样子 就是输入框在下面 字在上面 然后每次按一下 要输入字的时候 然后输入框就跑上去 然后把字推上去 然后你就想说 这是什么东西 对 所以就会有设计师看不下去 然后就会自己跳进坑里面 这样 那 所以在 2035年 我记得是OSDC结束 然后办一次 什么 事后的Hack Song 然后Hack Song 我就带我小孩去 小孩就在旁边玩乐稿 然后顺便画画图 我就在旁边 就顺便画画图 然后画完图 就不小心 就被丢了Community Beat 所以就顺便写些扣 这样 所以就画了一些图 就某点觉得 好像可以长这个样子 然后把一些奇怪的垃圾拿掉 然后那个字长 不知道是什么字 还是放在那边 这样 对 然后 但是至少出现了一个下拉选单 然后看起来是个下拉选单 不会是一个旁边有个什么叉叉 这样 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 忘记那是什么东西了 对 然后 当然你会发现说 还有一些痕迹 还出现在现在的网站上 这样 那就是说 那如果在手机上 明明就长这样就好啦 对 然后内容的东西 当然长这个样子 就是字典 字典里面的东西 然后总是在设计的时候 UJI忽然说 我刚刚又忽然做好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 我们忽然有那个 国语跟课语 然后还有英文法文 这些可不可以找地方塞 喂哦 好 那你就找地方塞进去 对 那 呃 又是一样 就是正在进行中 想说 那就开始改一改去填 然后就说 那个我们会多笔画功能 对 那好 那继续找地方塞 然后所以这是 目前看得到猛点的样子 那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 比方说 同样一个字 它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读音 所以你就要分成很多块 然后但是这件事情 开始不知道 对 然后所以 UJI说 没关系我解决了 对 好 那事实上之前还设计了一些Widget啊什么的 但是没有用到 好 对 那所以讲秘诀就是设计值要容易 设计要非常容易扩充 因为台下怒气值 集买的时候 忽然越多新功能出来 然后猛点有很多UJI feature 跟 你要知道UIL 就是 LJI说 就是 至少我们要有个UIL 然后猛点很多功能只有UIL 对 因为 找不到地方塞这样 我觉得在做G10V 或者在做任何的Open Source Project 如果你希望你是一个跳进去就可以跳得出来 又可以跳进去又可以跳得出来 设计师的话 有些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要选那种容易上手组合 就是你可以下一个受难者来的时候 你就说 那个东西很简单 然后你只要这样这样这样 你知道你有用过Bootrap吗 然后你有用过Fone Wars 用过JQuery 就是你要选那些常用组合 你不要选那种什么Semitic UI 虽然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用上去之后 其实它没有在用 那你就跳不出去了 对 那 对啊 就是 要善待下一个掉进坑里面的人这样 比方说 嗯 我在这边嘛 对 然后 后来有人不小心掉到坑里面啊 然后还有 有些人会不小心忽然被抓到 然后跑到坑里面去这样 对 那 你看到说就是 LG事实上有892个考密 然后剩下的人都在百位数以下 对 真的太可怕了 然后 呃 呃 呃 这次Semit的网页出现的时候 我就看到说 这一个Session 出现了 Ermondean的网站和应用界面的全新设计 也会在这次高峰轨上手足亮下 然后我想说全新设计是什么鬼 我EVSession明天讲的是说 蒙点 的设计是怎么进行的 我希望讲说 TillingB的设计怎么进行 不是讲说 全新设计啊 我记得全新设计好像只有某一天 有局换来我们办公室 然后说 诶 那个 呃 你投稿的时候要做什么 我说那就来把设计改一下好了 对 然后结果 然后整个Session就出现了 全新设计 呃 呃 你误会了 对 那顺便讲个秘诀 蒙点可以帮你写任何字哦 就是 这又是一个Undocturned Feature 就是你只要在蒙点UIL上面写 比方说 5点 呃 小叮当帮你实现所有的愿望 然后你就有这个东西 OK 呃 那那如果大家用Mac 而且大家用旧版的Keynote的话 呃 大家都知道新版Keynote非常难用 对 那你可以按下去 OK拉它吗 OK 然后我就跑到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地方去 哇啦 我投影片写完了 对 这个 这边有非常多投影片都会这样写出来的 对 对 你知道User 你永远不知道User怎么用你的Service 对 哦对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他其实可以选字型 就是你可以选 呃 如果你想要写投影片 让别人 诶 对不起都缺字了 所以真的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好 比方说你 你不想要在电脑里面装死人黑体啊 或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用奇怪的海报体 小叮当都可以帮你实现所有愿望 OK 那讲什么点 事实上我连字都换了 这样 因为那个原本的 奇外的经文真的太看不懂 那 我想最大问题就是插槽满了 这样 对 就是 有人要做新功能 然后发现说 那个Menu Bar全部塞满了 然后Footer也塞满了 左边也塞满 右边也塞满 找不到地方可以放的功能 然后就会发生一些这种事情 就是 就是 呃 呃 大家有用过某点 但是我想 大概未必每个人都有看过这个Menu 这个Menu是这样 你先点下去国语词典 然后你看他说 诶有国语词典 闽南语 客家语 两岸词典 诶 剩下还有好多词典 不 剩下这些不是词典 这些是色区 对 然后你 Hushover到分类所以 然后你就有成语 邂逅语 艳语 外来语 专语 专语词科 然后你又Hover到专语 专科语词 然后又出现天文形象物理 地方行政 然后你出现了 然后当你Hover的地方行政的时候 还有岛民 半岛民群 岛民 方位民 证明 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出现的 对 事实上我今年才发现了这个东西 对 就知道这个 这Open Source Project 真是博大精神 对 所以它其实是搜寻功能 它不是词典 为什么把它词在里面呢 顺便讲一下说 那个原本 在那个历代书体出现之前 这边有个星星 星星的目的是说加入书签 然后但是这上面这边是个书签 旁边是个星星 按下星星之后会把星星加到书签里面 这点也是非常神秘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些很奇妙的地方是 这边有个偏好设定 当你按这个东西会出现偏好设定 然后偏好设定里面会出现说 罗马拼音的显示方式 跟条目音标的显示方式 但是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你可以设定 罗马拼音的显示方式 加上只要注音 那你设计罗马拼音显示方式干嘛 这样 对 就是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 历代书体的功能 这个功能非常酷 非常了不起 然后 看这个东西是按钮 我的妈呀 对 Anyway 就是你知道身为designer 就会看到一些 嗯 嗯 Well 想必是 没有地方用 就是要插槽以满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会外接USB USB里面再接USB Hub 伸出去 对 这是个USB Hub的概念 因为你要先按那个 按下书写的按钮 然后开始写出猫咪的时候 旁边才会出现 离带书体 你再按下连贴的书体 前面离带书体才会出现 功能非常良好 对 然后还有 有一些是wish list 就是比较我自己的许愿 或是像 呃 呃 就是 蒙点的桌上 桌上型版本的作者 阿土伯 今天有来吗 不知道 阿土伯说 就是 他自己的小朋友 是目前上小二 然后 遇到一个问题是说 他 阿土伯是 他之前做蒙点的桌上型版本 然后发现说 没办法自己小二的小朋友 没有办法用 因为 没错 这边有注音 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没有注音 所以看不懂 所以他还是要点要念故事 还要念字给小朋友看 他说这样完全不对啊 所以于是他要加上注音 但是他用了那个 呃 王汉中注音 然后 用上去的时候 就发现说 因为王汉中注音 当然没有 处理佛音字 对 所以 发现说 不行 这样子的小孩完全交错了 因为小孩就很固执的 然后 如果妈妈念不一样 他说 妈妈那个上面写的还是对的 完蛋 进行书不如无书 于是他就把这功能下掉了 对 那好想要哦 因为 嗯 前上几个礼拜的时候 才遇到说 我小孩 那个 因为感冒 然后留在家里 然后老师给了作业 是要 念故事书 我想说 那就教给小孩念好了 然后 全部看不懂 好吧 那于是就是要 把王汉中 丢上去 然后伸到iPad里面 给小孩看 那 接下来呢 没错 就发现破译字 又念错字了 可恶 好 对那所以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想要有的 然后不知道大家常常有看到这个反这个字 也不能知道这个字是干嘛用的 这个按钮是干嘛用的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不要讲啊 全世界只有你在用这个功能 好 那这个功能呢 是你 你按下这个按钮之后 你就回到教育部字典 然后查这个字 对不对 然后查这个东西 有没有bug 这完全是个 developer feature 你知道 这边如果是网站开发 或是写软件开发 都知道debug功能在debug menu啊 不会在这里啊 所以它明明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制作本 页面根据教育部过去之前 然后link开启页面这样 应该讲这样的 然后不是一个在上面 而且它还特别明显 对 因为总之会有一些 当你想要改的时候 就觉得什么东西 看不顺眼 什么东西可以改 对 那 嗯 要改之前 当然就看看说 别人怎么设计嘛 对 比方说 有很多字典 我们看一下 比方说大家怎么样 英文字典 怎么样写猫 这件事情 中文字典 就不看 中文字典 没什么可以看 那 还有许多奇妙的设计方式 包括框 然后还有Facebook like啊 不知道为什么 like a kid 就像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蒙点要加Facebook like 不过它存在这样 然后 还有 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打猩猩 就是代表说 这是比较popular的字 对 然后 嗯 一样可以念出来啊 然后还有 word phone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 word phone 就是按下去之后 会下载一个word档案 对 有许多奇妙的feature 然后它像是 像Ozford这个很有趣 它这边设计了1234 因为 Kat这个字有四种不同 一样 然后 有一个叫YuriDition 你也非常贴心 就是讲Kat 然后下面就写一张猫的图 然后上面写说 这只猫看起来很像架贝猫 不过我觉得这是个好设计 这样 还有一个叫Wordlink Wordlink就是网站非常非常有趣 然后你找一个字叫Kat的时候 它给你Definition 然后Reflect 然后List 就是给你很多的不同的用法 然后Discuss Discuss是可以留言 然后C是可以看到 Twitter上面 大家怎么用这个字 我们直接看下来也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comment 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comment就是click 或是什么 呃 这是什么东西啊 呃 某某人你的猫 名字叫做这个吗 之类的 就是在里面聊起来 对 那comment不重要 但是旁边Twitter非常好 对 Twitter里面就会出现说 比方说就是 我家猫怎么样 我猫掉下去了啊 之类的 呀 就可以知道这东西怎么用 比方说如果我们中文 可以搜寻切割 然后就出现 Tweet上面出现 大家怎么用切割啊 然后还有什么 脸声文切割起啊 你可以更了解 这个字是怎么用的 对 切割太明显了 我们就拜家啊 三只小竹啊 比如说什么 搜寻拜家 搜寻拜家就出现 用以发拜家的欲望冲动 欲冲动是什么东西 完了不能给小孩看 对 世日拜家 我Nokia擦皮 我也不是拜家宅 我只是不善于理财 你看这是多么好的 语言学习教材 对 原本想要demo三只小竹 不过据说三只小竹 现在不是成语的 太好了 对 那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就是 早晚就出来聊天讨论 然后 我们就 我说 你们看过WikiWang的 这样 WikiWang的 这边有人知道这个service吗 有任何人 哦 两个 太好了 三个 我可以混实数 好 WikiWang是说 有人开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做的事情 是把Wiki变漂亮 然后变快速 就是把Wikipedia变漂亮 跟变快速 他做的事情 就是把Wikipedia 都要拿过来 然后重新整理 听起来跟Mondi好像 好像我们更同样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写browser extension 所以接下来 你只要装上这个browser extension 以后你只要连到Wikipedia 然后就跑到他的网站去了 但是很厉害 就是比方说 这是Effertal 就是 就会出现 就是你知道 明明 明明就是只有从Wikipedia 拿同样的资料 他就可以变那么漂亮 而且 loading速度快三倍 可见Wikipedia 可以多慢 还会出现 比方说 这边有个地标link 按下去之后就开Google MAP 然后如果是可以 如果 因为有些Wikipedia的文章 他其实有逐字的语音 然后所以他也会出现 可以播放按钮 怎么听起来越来越像萌点 然后觉得 这个界面看起来不错 找找还有临时政府 然后看看 看看好像不错 那那那那那 不好意思 还有像刚刚还有讲到这个字典 那所以看看太好了 你可以参考 问题解决 所以我们就拿出了全新设计 不过 讲到全新设计 这件事情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是 专门负责画图的那个人 我现在的专门任务是 负责说话跟教别人做事情 然后别人事情完成的时候 我就过说十字都完成 结束这个回合 对那 所以 然后还有像萌点 其实也不适合设计的太精巧 事实上所有字典软体 大家都不适合设计的太精巧 比方说像这个 就是非常好用 就是大家可以去装 但是它设计 我想跟精巧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它就是 大家所有字典词点 它其实跟设计美观啊 然后里面要出现漂亮的布景啊 或者是还可以传赖铁图啊之类的 这是完全无关的 对那 我想 萌点目前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像刚刚讲的插槽隐瞒 我们当然从哪里伸出新的插槽来 然后但是不会让用户觉得说 像大家以前打开IE 然后出现了八条工具列一样的状况 那这是其中一个常识啊 对就是把萌点改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就看到说 词点下去只有词点了 好去刷加美族词点 等出现十个词点 我们在想怎么解决词点 它就有问题 然后呢 如果你在任何一个页面 然后因为我们原本就有分享到 推特、Facebook、Google+,的功能 所以保留在上面 然后还有设定 就是像刚刚看到的就是设定音标的显示方式 然后也觉得说因为我们要做注意音 所以会有内文的音标显示方式 然后当如果你选了是用 不好意思我这边没有做好 当你这边如果是选了是罗马平音或是注意音 加罗马平音才会出现 平音有偏好 所以你才不会有多余的设定 要设定 那刚刚的search跑到哪里呢 设计当然就是说在设计的地方 所以当你按下设计 但是什么都不打的时候 你会出现 帮助你设计的东西 这种东西叫Auto complete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按下去的时候出现说 你可以快速搜寻什么东西啊 然后按下去的时候 可以回上一层 进下一层 回上一层 进下一层 这样就算18层没你 我也就算了 忍了这样 那当你真的搜寻 比方说猫的时候 你会出现猫相关的词这样 以上都是mark up 他们都不真的存在 对 然后 这边完全超习wiki1 就是当 如果你的logo按下去 然后也会出现猫腻 就可以把一些奇怪的东西放在里面 比如说每日一词啦 然后什么书写功能啦 什么统治世界按钮啊 之类的 或是每日一毛 那 我觉得wiki1给我一个很有趣的启示是说 我们把页面做得越单纯 然后越容易使用 然后现在猛点其实我们 因为一开始的做法 我们就是把 那个search的选项放在旁边 然后因此我们 接下来的想法都是 search的选项还可以干嘛 比方说放推的timeline 之类的 对 那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东西 变得更单纯一点的话 会更清楚 所以其实就 因此就可以把 看不懂了 为什么要放在上面的那个 一个笔的按钮 按下去会开始写字啊 之类的放置 放到该放的位置 对那边这边还想了一些 就是在讨论的时候 想要一些事情 比方说像是说 呃我们蒙点下面都会出现其他语言 比方说英文的文法文啊 但是我相信 用的人并不是那么多 所以它是可以optional被关起来的 但是它我们可以记住它 那如果你要看的话 就可以一直打开来 然后还有 也讨论说 像刚刚看到就是 搜寻Kate 出现说这只猫眼像加飞 那以 事实上在 Github的Each Tracking上面 我看到说 就是有人讲说 就是可不可以按下去的时候搜寻图片 或按下去的时候到Google search 对 然后还有我们也讨论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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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那叫什么 那叫做 像GettingMe 取现API 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抓到图片回来 对 也许我们可以把中文先翻成英文 然后再用英文去找猫的图片出来 就高品质的图片 然后还有像刚刚讲的就是 开启页面方 开启页面的地方 不要放在上面占个空间 那 嗯 那 那当然就是 Mobile版就比照办理啊 Mobile版就是事实上 原样照办 然后改成据说 像个Material Design的样子 就好了这样 对 Material Design 但我们做完的时候 它还准备在这实在是个好问题 对 就是 嗯 Google有一个叫Material Design Google有个东西叫Material Design 但是Material Design Google自己都没有办法follow 所以这实在是非常担忧这样 不过anyway长得像就好 对 然后我们可以设定 找到书签啊 骗号设定之类的 对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说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打打广告 比方说就可以买Google AD 然后放上这种东西 对 那 免费下载不是很重要 但免费使用一万年看起来还不错 哈哈 对 对 对 好 那anyway 虽然我们什么事都要没有做 不过一切正在加速进行中 对 对 还好学会告布在这里 然后我听到他怒气值 看到这段字怒气值就挤满了这样 对 然后 呃 讲一下 爆料一下说 呃 呃 蒙点头像 就是旁边那个小人啊 是我们家的设计师米奥 然后有一天不小心被L9推一根 然后就画了这个人 然后他说 有一天他忽然很怒的说 我明明就不是拿我自己当样本 对 他说我是用我心目中乖乖排好孩子画的 我最讨厌乖乖排的小孩子 这到底是什么要怨念这样 超可怕的 呀 所以呢 冠贤冠贤 冠贤冠贤 不知道什么 ok 那讲到这里 那明天欢迎大家一起来把它补完 事实上有一些样子可以用了 事实上有最基本的样子可以用了 就长这个样子啊 然后数千啊 奇怪的下拉功能选单啊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个奇妙产生器 可恶 可恶你跑掉了 算了 他不重要 跑到右边去吧 就比方说那个 如果你想要听马云讲什么话 然后你就可以看看 他跑掉了 好 你按下去的时候可以塞一些马云讲的话塞在里面 对 不当 不想当将军的人不是好士兵之类的 ok 好 那 讲 那 因为还有三分钟 然后待会就是panel 那但是如果对这个以上的这一大堆设计 奇怪 我记得三天前还没有这些东西啊 的 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 我们可以先take一两个问题 三天前的确还没有这些东西 明明就是你这两天赶出来的 没办法 被很塞 要做新设计很怒啊 ok 那不然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panel 那就请就是另外两位讲者也就是到前面来 然后我想我就是 有四个麦克风嘛 那我也坐前面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大概三十分钟时间可以闲聊 很多事情这样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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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